徐家印见一个我哥们儿 一个银行 银行署 他给他贷款 贷款 弄了几百个亿 超级有钱 头一段时间还不出来呢 现在跑出来了 为啥呀 徐家印见他 一见他 哎呀 老大哥呀 你真好啊 习主席太伟大了 世界现在围着咱中国转 中国的经济太好了 哎呀 这哥们一听这小子也没人呢 他一个人进这屋 怎么就跟精神兵似的 就这么一套啊 他说 私下说 徐家印骂共产党比谁骂都惨 看看 然后徐家印就指这儿 哦 他明白了 身上按照监控器 脚上带着追踪电子脚料呢 这时候他才明白了 他也顺着说 习主席太伟大了 经济太好了 听党的话 你徐家印要支持习主席的什么伟大事业 这哥们一看 说七哥 这回我知道共产党真的完了 国内另外的咱有战友 他说 七哥 你知道 我是到香港执行任务回来 看到香港死人 他说我跟你说 是五个报一个 就是死五个报一个 一开始是十个里边要减三个 百分之三十不报 后来是二报一个 两个报一个 后来是五个报一个 按照今天香港政府的公布 一天死二百多人 你香港死多少人吗 为什么香港说棺材没了 是吧 棺材没了 那么这个参加香港居然回去以后 他说七哥 你知道恐怖在哪里 深圳的仅仅一个区 一天死掉一千七百人 那接下来会死多少人啊 兄弟姐妹们想想吧 病毒在中共国的失控和对人的伤害和死亡 绝对会超过您的想象 俄乌战争开启了真正的潘多拉盒子 接下来的饥荒 粮食大灾难我说过多少遍 兄弟 这几天全球抢粮食 抢疯了 连欧洲国都大量的囤积粮食 我远在马尔他的哥们 现在就买了一堆的粮食 结果他我弄了才不到十几吨 买了大概是七千多核饼干 政府找来了 你这东西不能在家囤积 囤积犯法交给政府 连马尔他都这样了 塞什尔这小国家 那个地方只有几万人 这么大个岛 你说但是他产没多少粮食啊 现在已经开始被粮了 兄弟姐妹们 你去看看2G市场的粮食和可储存上的食品 涨了多少钱 你就明白了 中国人真可能未来要很快到达人吃人的境况